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已经同意孟晚舟的保释 当然了保释的价格和调管是非常苛刻的 保释金是1000万加元 现金是700万 然后有5位担保人担保 当地时间的11号下午3点多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法官宣布 准许被拘押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得保释 孟晚舟的保释条件包括1000万加元 约合5153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包括她丈夫在内的5位担保人担保 交出护照 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外出时间和地域受到限制 以及由专业的团队进行全天候监视等 但无论如何 无论条件多么苛刻 孟晚舟的案子算是对于华为来讲 或者对于中方来讲也取得了一个第一步保释 过关了 那么下一步是根据美国法律或者根据美国的要求 那么在60天之内要完成引渡到美国的手续 当然法律界人士认为 引渡的官司或者引渡的诉讼 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官司 也就是说孟晚舟的案子保释仅仅是成功的一小步 那么大头还在后边 就是关于引渡这件事 那么孟晚舟被捕以后 中美两国都有不同的反应 对于中方来讲 当然是强烈的谴责 家防这种行为 因为孟晚舟对她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 就是中国公民 那么有很多人讲她有多少本护照 但是香港特首已经很明确 那么孟晚舟是一直保持着一本有效的香港身份证 那么就说其他由于一些原因更换等等 都是无效的这样一个护照或者身份证 那么既然孟晚舟是中国公民 那么当然了法律界就认为美国司法部门 以美国国内的法律来限制一个中国公民的行动 甚至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 那这个就是有备于国际法的 当然了这个抗抗下一步的官司怎么打 另外从加拿大方面来讲 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说他们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抓人 那么中国政府这个在第一时间约见加拿大驻中国大使 后来呢又约见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 这个向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呢提出这个强烈的抗议 那么有一些网友认为 因为是美国司法独立嘛 是不是中国的做法不合适 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检方 或者呢 这个就是说一般我们称他为这个检察长 或者检察总长 他实际上呢是代表政府的 比如说美国的司法部长 也可以称他司法部长 也可以称他为美国的检察总长 加州也是一样 加州的检察总长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称为加州的司法部长 也就是说呢 检方作为公诉人 他是代表政府起诉的 所以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孟晚做的案子 这个与这个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进行交涉呢 这个呢是符合这个法理的 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而言呢 那么就是说那个白宫也出面澄清 说是这个特朗普呢 在第一时间并不知道这件事 那么昨天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12月12日 路透社专访了特朗普 特朗普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如果孟晚做的案子 这个对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有影响 那么呢是可以出面干预的 但是怎么干预他并没有讲 那无非就是有两种可能 认为这个孟晚做案子影响了干扰了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 那么呢美国政府出面干预 可以呢撤销美国提出对孟晚做引渡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另一种呢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一定要引渡 就是说这个可能作为一张这个美中贸易之间谈判的一张很好的牌来用吧 那美国政府究竟怎么动作呢 那个我们还需要观察 那么对于美中贸易来讲 孟晚做案子能占多少这个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媒体呢也有很多的评论 但是呢这两天放出的这两天的消息呢 可以证明呢 这个孟晚做的案子对美中之间的贸易呢 现在看呢影响不大 也可能呢真是个个案 比如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明确的 这个就是说商务部已经明确的表示 第一呢就是要这个采购美国的150万吨大豆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 那么在这个12月14号 这个商务部的网站上公布 那么中国呢对于原产于美国的汽车部件 汽车领配件要降低关税 这是这个也是这个 习近平和特朗普在G20会变以后 中方的落实的两个元首的共识 采取的一个行动 那对于美方来讲呢 也是在这个12月24号 那据彭博社报道 说在12月24号 美方呢要宣布这个 延迟 推迟对中国2000亿 这个商品的征税 这是原来呢美国说 这个要在1月1号开始 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呢 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 对关税 从10%增长到25% 那现在美国呢要宣布推迟 就从3月1号开始 那这个呢也表明这个双方呢 在贸易谈判当中 在贸易谈判的磋商和沟通当中呢 这个取得了一些进展 那么特朗普呢 也发推特表明呢 就是说这个他对目前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 这样一个进程进展呢 感到满意 那么现在看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关注呢 孟晚舟的案子 看看这个第一次 孟晚舟的律师 如何来为孟晚舟 争取他的合法权益 那么美国政府 对于这个纽约 东区一个检察官办公室 提出引渡这个孟晚舟的要求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干预 那么这个呢 我们等待消息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南加州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 在南加州的阿尔曼提示 那么这个一些群众 一些社区的民众 发起了反大麻的这个 一个运动也好 一个机会也好 今天是12月8日 记者在爱尔蒙地市 居民反对大麻种植基地的现场 那么从这个在12月13号 这个举行的这个新发布会上看的 这个一些民众 已经这个掌握了一些证据 就认为呢 目前爱尔蒙地 是这四个议员 那个可能呢 这个与这个这个大麻 这个这件事呢 在利益上有关系 或者是受惠 那么呢 就是说这个 阿尔蒙地呢 准备呢 这个批准 这个一个四英亩左右 这样一个大麻产品的加工和制造 那么除了这四英亩 这个地以外呢 那么大概有十几家 也在向阿尔蒙地市政府申请 也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大麻的产业 所以呢 华人呢 担心 这个一旦阿尔蒙地市 这个大麻的生产基地 成为一个事实 那么呢 会影响周边的地区 所以呢 这个阿尔蒙地市周围的 天普市 这个阿开迪亚市 等等的一些城市居民呢 昨天也参加到这样一个 这个反对这个大麻 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 但是我们又注意到 其实呢 在12月12日 美国国会的参议院 通过了一项这个允许 这个工业大麻 种植这样一个议案 那么呢 这个议案呢 现在特朗普总统还没有批准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大麻的合法化 在全球呢 已经逐渐地开始 那么加州呢 合法化呢 是从2018年的1月1号就开始了 那么加拿大呢 也是一个这个大麻 合法化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在这个亚洲国家 这个一直使大麻为毒品 比如像日本和韩国 这个就是说 现在一直坚持 在这些国家稀释大麻 就作为犯罪 那么中国政府也是一样 对于这个稀释大麻者呢 也认为是一种犯罪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华人 这个考虑自身的利益 考虑自己子女的这个教育 考虑自己的房地产的增值 那么反对大麻呢 反对种植大麻 是这个有充足的理由 但是呢 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在美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 在加州的法律框架下 以及在这个本城市 这样一种这种各种这个规定之下 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呢 来表达我们的声音 反对这个大麻 当然了 维护这个合法权益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离开 法律的框架 那现在呢 这个现在这个阿尔芒提斯 这件事的问题的焦点 就是市员呢 是否受贿 这个呢 需要这个证据 也可能会引起一场这个诉讼 那么据说呢 这个天普市已经表示 要对这个阿尔芒提斯 这个通过这个大麻这样 这个种植也好 加工也好 这样一个计划呢 要表示反对 那么12月18号呢 是这个阿尔芒提斯 有关那个大麻 这个种植或者生产基地的 这个最终的一个听证会 那么我想呢 这个希望表达自己意见的华人呢 应该这个出席这个听证会 看看这个阿尔芒提斯 对这个社区民众的指控 是个什么样的说法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